超自然研究小组的成员来到闹鬼的一户人家里 卧室的门一打开 眼前的荧幕把所有人都惊呆了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这屋里的鬼是真的狗啊 把专家老大妈吓得是哗乱颤 心脏病差点饭了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由斯皮尔伯格编剧的恐怖片 鬼屈人 男主和女主夫妻俩带着三个孩子 平静的生活在近郊的一个社区 到了后半夜 梦游的小女儿走到闪着雪花的电视机前 似乎在跟什么人打招呼 听到动静的一家人过来查看 都被这诡异的现象给惊呆了 第二天小女儿的宠物鸟就莫名其妙的死掉了 而与此同时 社区的上空飘来了一大片的乌云 这明显不是一个好兆头 晚上电闪雷鸣风雨交加 二儿子看着窗外那颗快要成精的枯树 脑子里浮想连翩是怎么也睡不着了 一家人睡到后半夜 小女儿又爬起来看电视了 紧接着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把床上的这几位全折腾起了 第二天一早 家里的大金毛跟火箭鬼似的 冲着房顶不停的狂吠 紧接着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把女主吓了一跳 男主下班刚回到家 就被女主拽进了厨房 然后掩饰了一些超自然现象 由于家里也没出现什么坏事 因此女主只觉得挺好玩 并没有往不好的地方去想 但是到了后半夜出事了 窗外那棵枯树破窗而入 把正在床上鼠羊的二儿子里掳走了 而与此同时 另一股力量打开了衣橱的门 把小女儿给吸走了 眼瞅着二儿子要被枯树给吃掉 男主一看香火要断大能干吗 急忙扑上去营救 当一斤四口跑回屋 发现小女儿已经不见了 这时候二儿子突然从电视机里 听到了妹妹的呼救声 男主家发生的诡异现象 很快引起了超自然研究小组的注意 博士李大使带着两名助手 来到男主家查看情况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虽然这几位有心理准备 但还是被眼前的超自然现象给吓了 接下来他们又从电视机里 听到了小女儿的呼救声 家里闹鬼已经可以确定了 但为什么闹鬼 这些鬼到底是何方神圣 则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小女儿显然是被困在了某个地方 只能通过某种特殊的方式 跟家里人交流 而这些鬼对专家们的到来 非常的不爽 猛的一发功 把这帮人全给整梦了 为了防止这些鬼晚上再出来作妖 超自然研究小组决定彻夜观察 两位助手经过缜密的分析 认为这幢房子里 很可能还存在另一个空间 地鬼一看这帮人天黑了还不走 这气就不打一出来 李大婶助手之一的眼镜哥 去冰箱里找吃的 厉鬼利用超能力 开始吓唬这哥们了 身临其境的幻觉 把眼镜哥彻底给吓尿了 紧接着屋子里 再次出现的超自然现象 虽然没有发生暴力流血事件 但夫妻俩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把孩子和大金毛给送走了 博士李大婶虽然是研究超自然现象 但毕竟不是专业人士 意识到凭他们这几块料 想解决闹鬼的问题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于是便打算去请高人出山 作为房产推销员的男主 由于家里闹鬼 已经好几天没上班了 房地产老板亲自登门拜访 想看看自己这位优秀的员工 到底是怎么了 目前男主家所住的这一片社区的房子 都是他们公司自己开发的 房地产老板带着男主 来到社区附近的一片墓地 说公司正准备开发这一块 通过两人的谈话我们得知 原来男主家所住的那片房产 过去也都是坟地 这个信息是男主以前所不知道的 他认为家里目前闹鬼的情况 很有可能跟坟地有关 到了晚上 博士李大使请来了一位专业人士 这位个头不高的灵媒大妈 在过去的几十年 曾活捉和干掉过 无数各种类型的妖魔鬼怪 是名副其实的捉鬼小当手 就算是阎王爷见到他 也得浑身发抖 灵媒大妈跟逛菜市场时 在屋里转了一圈之后 便登登登的上了楼 俗话说行家伸身手便知有没有 灵媒大妈很肯定的说 小女儿还没有死 而且就在这段房子里 为了接下来能顺利的救出小女儿 灵媒大妈召集大伙开了一动员会 简单的讲了一些目前的情况 大致意思是 这屋里的鬼是祖团来的 其中有一个强大的邪灵 可以轻松的打通阴阳两界 此时这个邪灵正跟小女儿在一起了 通过小女儿来控制其他的鬼魂 灵媒大妈说的活灵活现 其他人听的是心境难战 最后灵媒大妈一声令下 大家伙开始了阴阳大战前的准备工作 首先由女主和男主来呼唤小女儿 等小女儿有了回应 男主打开了卧室的门 灵媒大妈先是往储藏室里 扔了一个网球进去 这个网球很快便从一楼的房顶上掉了下来 这说明灵界和杨健是相互联通的 接下来灵媒大妈的操操作来了 他让男主把绳子扔进了储藏室 然后让楼下的助手往下拽绳子 虽然咱搞不清这么做的原因 但看上去还是蛮厉害的样子 接下来到了关键的步骤 女主必须把绳子摔在身上 然后进入灵界 亲自把小女儿救出来 这个过程看上去似乎跟夏合救人差不多 邪灵一看这帮人来惹不善也不敢怠慢 使出毕生的功力展开了对抗 并且露出了自己的庐山深面目 打算把男主和灵媒大妈给吓跑 双方僵持了一阵之后 女主抱着小女儿带着一身的果冻 顺着绳子出了下来了 灵媒大妈一看自己成功了 捋了捋散乱的秀发 一脸傲娇的冲着镜头摆了个pose 为了防止邪灵杀个回马枪 男主一家人决定搬家 邪灵一看这家人要跑那能答应吗 马上就展开了反扑 直接就把二儿子拽进了床下面 然后又开始折腾刚洗完白白的女主 邪灵再次现身了 把女主吓得顺着楼梯滚落到了一楼 看着阵势是打算把这一家人给一勺会了 女主跑到院子里大声的呼救 一不溜神掉进了还没有挖好的游泳池里 之前咱们说过 这个地方过去就是一片坟地 但是在盖房子的时候 房地产老板并没有把这些坟给牵走 而是埋在了房子的下面 男主家游泳池的开花 直接把埋在下面的王林给搅和醒了 女主飞奔到孩子们的房间 看到邪灵张着血盆大口正往里吸气呢 紧接着屋子里和院子里全乱了套 那些王林们的棺材板是彻底压不住了 一个个破土而出 打算把全社区的人都给带走 房地产老板一看也蒙圈了 当初为了节省成本 他只是把墓碑给移走 没想到留下了这么大的祸患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堂诗压惊吧 南边整天唢呐响 北边淋着垃圾场 楼下装着震楼器 楼上住着王爷党